现在正值暑假 青少年的休闲时间变多 为了辅导学子们正常 进行正常的休闲娱乐 新北市警察局永和分局 开始推行青春专案 针对部分青少年容易逗留 或是引起纠纷的场所 加强稽查 暑假是青少年朋友 放松休息的时间 但是选择正当的休闲方式 是很重要的 新北市警察局为了保护青少年 受到不良场所的危害 在暑期推出了青春专案 针对辖区内的网咖或撞球场 等地点加强稽查 特别是超过规定时间 还让青少年逗留的店家 都会依法裁罚 那我们在这边要呼应 我们所有的相关艺者 不要隆流 为成年的少年 在这个网咖里面来从事 网路上网的工作 那另外在深夜 12点以后 我希望我们 比如撞球间的艺者 也不要隆流 这些青少年在那边 从事打撞球的工作 同时李副队长也鼓励青少年朋友 多多参加户外活动 而相关的业者也不要心存侥幸 强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中家新北新闻 永和采访报导 好 好